我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39歲 一個是34歲 兩個兒子從小到大 我和愛母一起住 愛母臭 我就去工作 太太有一份工作 讓我感受到 我和自己說 我都對家庭很盡責 我希望改善家庭的生活 家庭的居住環境 我試過同一個時間 有一份正職兩份part time 全個月我不放假 我是正職那份放假 我去做了part time 但是我感受到回家 是比較冷漠一些 太太就沒有什麼關心我 兩個兒子就 我感受得到 跟我的期望相差很遠 尤其是我小兒子讀書的時候 我一回到家的時候 還在看電視 問他功課還未做好 我就發怒了 一定要關電視機 在以前的生活環境之下 我感受到 我是很盡力地去供給家庭 但是我的回報 就有些少感覺 孤單的 那我唯有呢 就跟那些同事 在外面去學悶樂 那一路那些朋友說 你幾幸福啊 我說我一點都不說 直至到八年前 信了主之後呢 那個環境開始好一點了 我會跟從主耶穌 的行的道理 那我對孩子的關係又好一點 對太太的關係好一點 但是我都不感受到 那個回報給我呢 是怎樣太過溫馨的 那由去年九月 開始上亞葉牧師堂呢 我就不要管了 我放下自己 我跟自己說 我要將自己擦位重建 那我呢 學怎樣處理人生 怎樣處理家庭呢 我開始對兒子的眼神 比較好一點 就是跟太太的關係 因為太太呢 都有個關節炎的 那變了呢 很多時候來講呢 她去看醫生去的東西 我是金錢上之前 我給不到個心的支持 那我開始就學 關心一下她 要吃什麼藥啊五藥 那我開始關心 那到最近呢 有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呢 就是 我寫了一封信給太太 就是道歉的 因為 對於以往 我以為自己很愛這個家庭 我以為對這個家庭不離不棄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太太都愛這個家庭的 太太對我都不離不棄的 那兩個大兒子 給了一封道歉信給她 就是 我是沒有給過愛她 那個小兒子給了一封道歉信給她 就是 我是認錯 我以前 一回來就說要認識這件事情 一回來就說要這樣要這樣 我沒有感受到她的感受 那我就三封信呢 同一時間 我就交給我太太 那應該呢 我親手每個人交就好一點的 我自己想一下 不過呢 我就交給我太太之後呢 我太太體體驗呢 由那時候開始 對我的態度 真的好了一點 直至到現在呢 我感受到呢 我跟我太太是同步了 感受到呢 就是兩個兒子 她跟我有多點話說了 有WhatsApp也有聊天了 太太的情緒呢 被我感受到呢 有感謝了 那我反過來 我對她的回報 我也都欣賞她多點了 最近來說呢 我也有個突破 跟我的太太去吃晚餐 還有去看一場戲 如果在我以前的價值觀那裡 嘩 看一場戲3D的戲院呢 一個人百多元 應該是三百元 但是我現在感受得到呢 就是 我的能力可以得的時候呢 天父是源源不絕地供應我的 我不用擔心 我的能力可以使得到的 我就去使 我覺得合乎天父的主意的 包括我的金錢 或者我的能力 我就會放膽走前一步 我會想說